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書是 不要一直比啦 我要介紹第一篇是 今天星期三上午 老師讓我們用黏土捏出自己喜歡的東西 小豬做了一個 用很多紅色黏土做了大蛋糕 但是 他把全部紅色都用完了 小羊跟他就叫說 小豬你不能把全部紅色都拿走 但是小豬卻當做沒聽到 第二篇是 中午睡過午覺 老師說星期三下午全部都是下課沒有上課 老師一說完我們立刻衝出去 老師 老師 他讓他們用跑了才說 慢慢來不要用跑的 結果小胖貓下課是從第一個 第三篇是大家在操場騎車 小豬眼睛會騎沒有小輪子的腳踏車 然後小狗也想要試試把小輪子拿掉 於是小胖貓就幫他扶車子一下 然後羊小弟說 耶我是最快的 第四 這一篇就是在說 一直比 小小豬又說 他我贏了 然後羊小弟就說 我又沒有在跟你比賽 再來是 吻了很久 老師要我們吃點心 然後小豬跟老師說 小鴨的蛋糕比較大 然後小鴨就說你亂講 然後就說不會喔 每一個人都一樣大 小 今天的點心是小蛋糕和水果 小豬很快就吃完了 這一篇主要在說的是 吃東西不能像小豬一樣吃很快 要細腳慢念 這一篇是在說 他們一直計較 然後計較完之後 小豬的孫生 就又突然 飛上天 小胖貓就爬樹 幫他撿 然後 像他這些是沒有經過 老師的同意就直接爬 這種叫做危險動作 要回家 小胖貓在準備要下來的時候 放學中生就響了 小胖貓的爸爸 就說小胖貓快下來 準備回家 然後要下來的時候 小胖貓突然遇見 兩隻可愛的小鳥 我要分享這篇 這本書裡面是因為 裡面告訴我們 你做到的事情 和別人的 和別人做到的事情 完全不一樣 謝謝大家